记者罗子新台北报道,圣洁石从网络红人转战歌手,累计不少死忠粉丝。 据镜周刊报道,近日高雄中学举办毕业歌曲票选,公告结果竟由圣洁石的朋友但不见高票当选, 虽一度因程序问题而重新投票,最后仍是稳稳拿下。 而高雄师大附中也一样选择了圣洁石的根本就不会再见面。 令不少网友看傻眼朋友般不见歌词无厘头,描述年轻人与朋友相约的日常情境, 根本就不会再见面则是嘲讽离别感伤情绪,透露离情一一都是假的, 因为未来根本不会再联络,毕业后老师也不会记得自己等现象。 歌曲确定后,不少雄中校友表示难以接受,认为学弟们的选择太莫名其妙, 留言表示,真的没久了,或是看看我们雄中的高度。 但也有网友认为让学生投票决定毕业歌职的鼓励,很自由的学校很好啊, 另有一票网友认为最后选出这首歌不见得是因为学生们喜欢, 也许是表达对投票选一首毕业歌这种行为的不屑, 因此有人表示,真不愧是母校,反叛风气依然强。 网红圣洁时,资料照,记者陈毅宽舍, 高师大负重选圣洁时的根本就不会再见面当毕业歌。 翻设字脸书。 翻讯